1992年属猴 就这个男孩子啊 对 92年属猴想看什么 他 不要讲了 看到了 智商 这里出问题了 对 鼓掌 我告诉你 这个是个好孩子 这个孩子非常善良 他只是在小的时候受过惊吓 魂魄出去之后 短暂的几天 一个灵性进入他的身体 所以他就变成这样了 明白了吗 他很可怜 他现在知道台长是谁的 知道 知道 他会嘴巴里会讲 他自己嘴巴里知道的 他身上的灵性会告诉他的 你要给他念小房子 明白吗 要多少张 要了蛮多的 1200张 1200张 明白吗 明白 这个小孩子很好 这个小孩子我告诉你 台长要救他 小菜一碟 很容易 谢谢 谢谢 明白了吗 明白 这种是灵性病 打针吃药是肉体病 医生能看的 这种灵性病 台长能看 你愿意不愿意 跟着台长好好念经啊 愿意 你以后 是不是还想做一些更好的事情啊 想 你愿意不愿意化解恶缘啊 愿意 那你能不能饶饶他呀 能够 那么 给你念小房子 你要不拉 要 1200张 够了不拉 够 台长说的 你还不够啊 还不够 要 要命了 1300张 够 好 现在把你倒回来 变成你自己啊 好 小弟你妈妈好吗 好啊 你妈妈照顾你吗 有啊 你自己念经吗 有啊 我自己有念经 你现在经常觉得有人 会跟你讲话吗 会啊 那么现在是不是不讲了 是啊 好 以后在电脑里 不要看那些 古怪精灵的东西 好不好啊 就是那种怪怪的 那种 那种 ghost 明白吗 明白啊 那种 play game 不要去玩 好不好 好啊 好吗 好吧 你很快就会好了 你没有问题的 好吧 你自己也要念经 他经常在你身上 你有一点点 胜亏 所以你的 小便 你看年纪这么轻啊 他小便很多 经常到卫生间 对不对啊 对啊 对啊 你再不把他念走的话 他搞谁 听得懂了吗 小弟 你愿意不愿意 不吃活的海鲜啊 我愿意 你叫你妈妈也要许愿的 初一十五吃素 好吗 然后不吃活的海鲜 好不好啊 好啊 活的东西都不要吃 好吧 好啊 拿点颜色给你妈妈看看 以后脚不抽筋了 因为台长看他经常弄你脚 他的脚经常抽筋的 对不对啊 对啊 以后你的脚就不会抽筋了 好不好啊 听台长话 念经 好不好 他以后就不会经常到你这里来了 但是你只要一上电脑 一玩那种游戏 他就上你身了 好不好啊 不要玩了 好嘞好嘞 已经看好了 谢谢卫台长 你放心了 这点小房子赶快叫他许愿 而且他要放生啊 放生一万条鱼 很快就好了 你放心啊 我刚刚跟他加持过了 好吧 他很孝顺的 他很孝顺的 很好了 嗯